在天武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 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到无情生于天地 大到无情运行日月 大到无明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 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明明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是在天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叹齐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地说天底朝朝老天 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 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 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 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 何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 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并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世纪 1.01分 -5general 1 colon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 colon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 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 colon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 colon 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 colon 5 神称光为咒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 真宰老母娘 明明上帝老母娘 生天生地生万物 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 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 因虽不同 亦此却是